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是我們的鐵道文化二館 也就是我們過去俗稱的基屋段 目前這地方有展示了好幾輛珍貴的 就是懷舊小火車 這為什麼是叫懷舊小火車 因為這是過去載鬼時期的小火車 在我身後這一台 LDT103 這台也是我們講是碩果僅存的珍貴機車頭 等一下我們可以帶大家到火車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蒸汽機車頭 這個是我們目前東部幹線 還保留一台非常大型的蒸汽機車頭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名稱叫LDT103 各位知道LDT是代表什麼意思嗎 L的部分它是所謂的窄軌 D的話它是有輪軸 四個輪軸的部分 T的話它後面有掛一個水箱 用它的英文字的開頭代表就是LDT 103來講它的型號是這個LDT100型的第三台 所以它前面還有它的大哥跟二哥 很可惜是大哥跟二哥目前都已經沒有在我們華蓮 現在就是我們保留的第三台 LDT103在這地方 過去它是行駛在我們台東到華蓮 這輛台東線鐵道 就是說馬力非常強大的一輛火車 目前它呈現的是靜態的一個展示 過去相信老華蓮應該有印象 它過去原本的家是在我們米老鼠的後面 就是在美輪運動公園的後面 後來轉轉它又被送到了花蓮車站的南側這邊 就是花蓮客運的後面這邊有一個鐵道的博物館 後來因為在那個地方沒有收到非常完善的保存 相當可惜 之後我們這邊相繼成立了鐵道一管二管 之後呢才又將這個老火車把它重新的把它整理之後 然後送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定時的就是會有人員來這邊幫它重新上漆 然後做一些維護 那目前呢它的狀況是非常的完好 那也是比較期待是說有朝一日可以讓這台LDT103 讓它重新的奔駛在我們的台東縣鐵道上面 讓它復駛這樣子